哈囉 大家好 瑞丸です 我們這次黃金洲活動的 雙限定卡機已經開幕了一天多了 不知道大家最終抽到什麼樣子的結果 對於銷售榜第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點點的期待值 原本在正式看到成績之前 或者說卡機開幕之前 我的個人期待度是還蠻高的 對於銷售榜第一這個點 因為我是很少去關注其他遊戲 因為我也不知道其他遊戲是出到什麼東西 然後就在推特上面我是有看到 因為我們的悟空 還有Majunia 還有Orepico 就是橘比克有在卡機開幕前一天 上到推特的趨勢 老實說可以上到趨勢 也就是說討論度還算是蠻大的 那麼就想說 這麼大的討論度或許真的有機會上到銷售榜第一 不過現實就是這麼的殘酷 來到現階段的時間點 就完全沒辦法 第一名的那一款遊戲 不愧是宇宙神遊實在是太強了 就是那個FGO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猛 直接是獨霸到第一 诶 強 聽講是因為他所推出的新卡 好像是全新的直階還是什麼東西啦 因為我是沒在玩啦 但是就算是我沒玩過的人 都知道 宇宙神遊FGO的強大 在矽精能力上面確實是非常強 尤其是他當期有出到非常受注目的新卡的時候 或者就是復刻卡的時候 那個課金力度絕對是強悍無比的啦 雖然說在昨天啊 28號一整天下來 我們爆裂基戰的課金量也有達到了4億多 不過最終的結果還是FGO更加更加的強大啦 然後來到29號過後 第二名的那個Picoma 那個漫畫程序啦 那個Application 也是殺到第二名上來 把暴力再次往下擠啦 因為今天剛才我也稍微看一下 也是有2億多的課金量啦 不過就完全沒機會再往上走啦 稍微有點的可惜啦 不過沒辦法啦 上天的更加的強悍 這就是現實 所以這一次我們黃金周 又一次的無言 銷售榜第一啦 嗯 去年2022的交替父子 蘇賽魯 原本也是以為有機會的 因為畢竟那個 物販的房金真的是很帥 結果也是沒拿到 然後2021 出了GT雙雄 超賽小悟空跟GT北吉他 他們的主動技也動用了那個 像悟空就用了GT的 opening的那個片段 四段變真嘛 超一 超二 超三 超四 然後在紅褲皮排氣 那一個真的是有夠炸 原本以為也是有機會 結果還是沒有 然後2020年 之屬的物田克斯 還有技屬的交替普 不過因為這兩張角色 嗯 期待度實在是沒那麼高 所以上不到銷售榜第一 確實是很正常的啦 可是去到2019年 也就是四年前啦 技屬的大特跟速屬的扎馬斯啦 那一個就有成功的拿下銷售榜第一 也是黃金周中啦 就在歷史之中 拿過黃金周的銷售榜第一的其中一個 短年度啦 2019年 呀 時隔四年了 再也上不去啦 哈哈 其他遊戲真的是太強了啦 只能說其他遊戲真的是太強了 不過這一次的悟空跟魔少年 然後就以五道會這兩個角色 沒有什麼很驚艷的變身之類的 可以上到消瘦榜排名第二啦 其實已經是很不錯了啦 雖然說一半也要歸功於我們的局比克啦 因為很多人都在期待著他們的復刻嘛 比克跟野獸飯 當然雖然說這個野獸飯這一邊啦 很多人覺得就這樣 能力好像不怎麼好用之類的 但是 他的帥度啦 是毋庸之意的啦 甚至是讓我湧上啦 換他來開路的衝動 這個真的是 我真的是很喜歡 嗯 我們排除能力來講 老實說 爆裂基戰這個遊戲啦 除了拿來打關卡 之外啦 他們的卡面帥度 也是這個爆裂基戰 受歡迎的其中一個點啦 因為遊戲嘛 就是可以通關就好了 剩下的我們當然就是想要 就是把那些 一些經典橋段啊 或者大家自己喜愛的 片段啊 在遊戲內 做到還原啊 或者就是放出來 來觀看 這個就是這個樣子的情況啦 嗯 不管怎麼說 這一次可以達到第二名 對於悟空跟魔少年這雙卡機來講啦 或者這雙限卡來講 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成績啦 雖然說是無言銷售榜第一啦 嗯 OK 那麼在於銷售榜第一 沒辦法拿到 就會少掉三十顆龍石 這一點來講的話 確實是可惜啦 不過 不過在 往年啦 2022 跟2021年 國際版跟日版 開始同步黃金周活動之後啦 官方 都會贈送這個東西 這個 www連動 champion紀念 哈哈 全球活動連動 champion紀念 這個樣子啦 必定會有送一個三十顆龍石啦 這個就算是彌補沒有拿到銷售榜第一的安慰啦 欸 因為如果是日版這邊 拿到銷售榜第一 而國際版沒有拿到 那麼也就只有單方面是可以獲得這個龍石啦 但是官方這個贈送方式就是 不管國際版還是日版 通通都有 三十顆龍石 然後 應該是五個屬性的大劫王 或者就是我們頭獎兩個屬性的大劫王 然後還有熟成肉 還有撒蛋象 我忘了他們的正式獎勵啦 那時候去把這個圖找回來的時候 忘了看他們的正式獎勵 不過這個三十顆龍石啦 就是 確定會拿得到啦 大概在星期 明天或者星期應該會有 因為去年是27號開卡機 然後29號送 也就是說隔兩天啦 那麼這一次的話 可能明天就可以拿得到了 可能啊 要不然就是等到5月1號就可以拿到 欸 這個就是我們全球連動的Campion紀念啦 因為聯繫兩年都有啦 2021跟2022 因為都是 2021是第一次同步嘛 2022是第二次 那麼第三次的同步 竟然前面兩年都有 那麼 這個第三年的同步 應該也是會有的啦 想來官方也不會 這一點點的龍石對他們來說 也不算什麼啦 該送的還是得大方送這個樣子啦 嗯 那麼這一次就是期待著啦 然後這一邊的卡機又有3加1 所以這些龍石啦 對我們來說都是特別特別的珍貴啦 尤其是無課的玩家 還在繼續努力挖龍石的情況下 當然還有超級戰BOSSRUS啊 欸 然後那個淘白白的極限在覺醒啊 還有就是戰鬥之路啊 這些 通通都還是可以挖龍石啦 後續還是會有活動啊 龍石贈送之類的 嗯 就稍微期待吧 這一次就 沒拿到銷售榜第一 有點可惜啦 不過這邊 官方的聯動活動紀念 還是會獎勵一個國際版字版 同樣都可以獲得的30顆龍石啦 OK啦 只是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嗯 好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 也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Jia ma tani 掰掰